更小心 更恐懼 更沉迷 我們究竟 在這部電影裡面呢 飾演的是黃麗媚 那她是一個新婚主播 她有一個非常愛的爸爸 這個角色是一個非常緊繃 然後在一個很不舒服的狀態 比較病態一點的要求完美 結婚 你們兩位沒有認識很久吧 那我們就預定當一家人囉 是一個萬人迷 害人沒分積的舌仙女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啊 就跟她睡 之後她就離不開你 檢察官李國倫 國倫跟莉美的關係就是很清楚 從對方身上想要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就變得有一點點不單純 有點扭曲 我沒有殺任何人 絕對不會有什麼證據的 可能我從來沒有演過的角色 因為她蠻狠的 她不覺得這是手段吧 有些人就會用這種 讓自己生存得更好 在沒有她之前 我們兩個都不是這樣子的 都好好的 這兩個女人之間產生了衝突 矛盾了以後 夾在這兩個女人當中 她當然是很為難的 這個劇本很有趣的是 大維跟莉美 他們其實都互相有很多的秘密 三條人命都跟你有關 你怎麼說 我想回到原本的生活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保護你父親 我當然會保護我愛的人啊 過程你會為了你的正義 你不顧一切做出一些行為的 我覺得那個東西 可能就沒有所謂的正義了 有可能我們每一個人都殺過人 你的不經意的一句話 可能會讓這個人毀了一輩子 如果你是韓西里金總片的話 快點跟著黃麗美 就是我這個角色一起進入一個 心理恐懼的狀態吧